嘿,大家好,这期视频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作为一个50宏光迷你一位一年半的一个车主 我开了将近6000公里 我最近是已经决定把它给卖掉了 这期视频会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就是我使用它的一个体验和感受 希望能够给想要去关注这款车的朋友提供一些建议 首先其实我对这款车它的整个体积外形 我是比较满意的 它是属于这种 就是真的就是比较小巧的这种感觉 在我们这里就这种比较小的地方 然后有时候道路比较狭窄 它基本上都可以一把过这种情况 然后也可以停车的时候非常的方便 它的后备箱的空间 其实我感觉对吧 如果你把它给放倒的话 它这个后备箱的空间其实是还不错的 可以放平的 但那个地方我那个座位那个地方挡住了 就这个空间你平时放一些东西的话 如果你一个人开的话就完全是够用的 如果你平时不装东西的话 你后盘其实是可以再坐上两到三个人的 不能坐三个大人了 两个小孩一个大人是可以的 只要把这里开 然后把它移过来 后面的这边就可以上去了 要给大家来聊聊 就是我为什么要卖掉这台车 在去年冬天的时候 天长的时候那段时间呢 我发现这个车 我每隔两三天都要充一次电 它的整个电量就是感觉严重的不足 就开始测试了一下 就是每次充满电的时候 我开始拍一下它的里程 然后在下次充电的时候 我再拍一下它的里程 然后我算一下 然后它带百分之百电 它能跑多少公里 就在我们这里 这里的一个气温啊 就是在零下的零度左右啊 就是最低的时候 可能有这个留下负四度 然后就是就在这段时间呢 它的整个里程啊 满电的里程 百分之百的电量 它基本上平均下来 就是五十多公里左右啊 也就是说你的正常使用啊 你做一个电车 你肯定是不可能从一百 然后跑到百分之零 你真正有效的百分之八十的话 出来这个车的正常啊 就是你充一次电跑三四十公里啊 这个里程确实是非常有点低啊 那个时候呢 我还专门去问了一下4S电啊 然后他说这个是正常的啊 问我是不是开空调了啊 当时我确实开了空调 但是我每次没有说开特别大 因为这个空调你如果开的大 一个是它的声音非常响 就另外呢 就是我也知道 开空调可能是费电吧 但是我不知道开空调 竟然这么的费电 当然冬天有的时候 你在车窗都关上的时候啊 你车里人稍微多一点的话 你整个这个屏幕上啊 它就是这个玻璃上 有很多的这种雾气啊 你只能开这个 我每次基本上说是 就是开空调 都是为了除这个啊 打空玻璃上的这个雾气 这样的话 它的电量就是萌生了 让我想要去换掉它的一个想法 然后呢 最终呢 我在今年就是天气慢慢暖和的时候啊 我也是已经决定了把它给卖掉 然后换了一台7月的啊 那个300公里的一个续航的小蚂蚁 之后呢 那台车还在订的过程中 我还没有到 到了之后呢 我会也会跟大家来做一些分享啊 然后这个呢 就是电量的原因呢 是我考虑将它卖掉的一个原因 嗯 就是我没有想到它冬天可能电量会低 但是没有想到它会那么的低啊 嗯 就是这样的 但是但是如果你要是就是小心翼翼的开 然后不开空调 然后平时的话 就是说 开的时候不那么激烈的话 可能能跑个五六十公里 六十公里也是可以的啊 六七十公里都是可以的 啊 这个电动车的 真的这个电量 我没有想到啊 就在我们这里冬天也不算是特别的冷 但是它仍然让人有非常严重的电量的焦虑啊 当然毕竟呃 我说它这个电量 它我当时买了一百 我因为我当时我不知道啊 也没有人告诉我 就是这种情况 呃 所以说我一个是不建议大家买一百 后来这款这款车要出这个三百公里的一个续航 我觉得如果三百公里的价格 如果是呃 超过五万的话啊 四五万的话 我觉得大家其实可以考虑一下啊 对吧 嗯 就这样子 然后当然这个车呢 其实也有很多的优点 一个呢 就是说当时买的价格呢 它是真的是非常的便宜啊 作为五零来说 它是属于一个啊 比较毕竟算是一个靠谱的一个车企啊 那个时候呢 这台车出来之后 它基本上是把那种啊 两三万的那种老头乐之类的全部给干掉了 因为那种低速的电动车既不安全又没有对吧 这种售后各种的服务 然后这台车呢 五零的售后呢 也是很很不错的 有就有一次我这边的电量就小电瓶没有电了 他们直接都来给解决 包括我认为啊 这种大厂肯定是很注重售后服务的 嗯 另外呢 就是说它真的是很省心的啊 这一年多 真的这台车没有出过任何的问题 而一次问题都没有 就基本上我 是以前我那种就是汽油车吧 我开着还会有爆胎 就需要补轮胎的 这个这个可能是因为车太轻了 它的轮胎也没有去补过 然后车的整个就是说是 也没有说是因为什么问题坏了 然后这电池出什么问题了 它不能开了 没有任何问题 就是我觉得这点 还是毕竟是大厂 让人比较放心的 另外这个车呢 它其实我考虑到就是换掉它的 还有一个原因呢 就是说它的安全潜在的安全隐患啊 假如说你如果速度开的比较低 其实我在开这台车的时候 所用的平均时速啊 其实是比较低的 因为都是在县城吧 然后那种路上都有人 可能就三四十这样子的 没有说是因为这台车 也没有办法上高速啊 对吧 100公里的续航 你能去到哪 过去 然后没电了 你再冲六七个小时 然后再再回来 所以说它没有办法上高速 但是如果在你周边的这种很小的范围的话 它绝对啊 我感觉是非常的靠谱的 然后 对 刚才说到它的潜在的一个安全的隐患啊 就因为它的速度 基本上没有出过什么问题啊 但是呢 对吧 有时候因为我开这台车的时候 也会去带孩子 然后两个小孩子 我就觉得 对吧 我后来因为买了小蚂蚁 我看了下配置 就是我才了才了解 就买了小蚂蚁之后 我才了解 就是这台车 它在安全性上 它不能称之为汽车 你像小蚂蚁 它是有气能的啊 包括那个车身稳定系统 就是一些对吧 安全性的 但这台车 它没有 就是没有 就是这样子的 当然就是说 抛开续航安全性的话 其他我觉得一切都OK 包括它的操控啊 虽然说它比不上那种 你说奔驰宝马那样子的 但是我觉得 作为一个小电车来说 它的整个 因为非常小嘛 你整个开起来 我觉得非常的溜啊 非常的自如 而且真的 我觉得 出了都蛮好的 真的 如果它的续航能到1000公里啊 我觉得那个 肯定是太赞了 别的呢 关于这台车的 分享的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其实如果大家 如果想要去购买这台车的话 想要有什么 对吧 疑问呢 或者是疑惑的话 可以给我评论留言 或者是私信 都可以啊 我会非常耐心的 给大家来去解答这个问题 因为这台车呢 说实话 我其实也不是说特别想卖 但是呢 因为考虑到 因为我后期嘛 就想要去 拍一些东西 然后上我们这里的一些乡镇呢 或者说是一些稍微远一点的地方 呃 这台车呢 我那年也做了一个测试 跑到我们这里最远的乡镇啊 它因为它是一个上升的 剩20%的电量 所以说呃 就是特别到冬天的时候呢 肯定是上不去的嘛 所以说呃 也就是这样一个呃 原因呢 促使我把这台车给卖掉换掉了 呃 另外呢 这台车 它相对来说是比较保值的 就是卖的这个价格 我感觉还算不错啊 呃 因为 嗯 这个车比较火 所以说也比较好卖 如果当时我买了一台 就是没有牌子的这种老头了啊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没有牌子的车 如果再去卖的话 可能整个贬值率就会更高了 所以说我在建议大家去买电动车的时候 尽量去买一些这种 嗯 知名的靠谱的 然后销量比较火的 然后这样它的问题啊 也都会会被大家分析的很透彻 然后你即使 开完不卖的时候 它相对来说比较好处一点 OK呢 本节的视频呢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点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啊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